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金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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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一位早安 大家好 感谢主 好 今天我要再一次来跟各位分享关于圣灵 关于圣灵 今天我讲的题目叫 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这一次 有几个礼拜 我跟各位弟兄们分享了 关于圣灵 这位三位一体 中间的第三位 第三位 我之所以跟各位分享 想再次跟弟兄们分享 关于圣灵的事 因为 有可能在我们当中 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就是弟兄们 也许你信主了 你受洗了 而且也参加教会 你很忠心 有可能 您对圣灵 还不是那么的了解 甚至以前有一些 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教导 或者 以至于 让你对圣灵 有点排斥 或者拒绝 我希望记得 这次的服饰 这次分享 可以让各位 对圣灵有更多的了解 因为事实上 《十六线》第十九章 第一到第二节 我们看了一个事实 就是 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 阿波罗是一个非常好的 圣灵老师 可是当他那一次 他可能出差吧 他到哥林多的时候 那保罗就来到以弗所 保罗就问 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说 你们信的时候 受了圣灵没有 那这些门徒 当他是重生的 他们说没有 我们从来连圣灵是什么 我都没有听过 但是弟兄弟们 圣灵对我们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 这位三位体神的第三位 他在我们生命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在我们一生中间 事实上 我们在地上 寄记在日子里面 天父在天上 保罗上 耶稣基督已经死地付过 他也在天上 保护我们 带领我们的 就是圣灵 就是这位三位体重 第三位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他 好不好 认识他 好 那当然 关于至于讲了 我们谈到圣灵 我需要跟各位再次提到一些 圣灵上 讲了圣灵的术语 基督徒术语 我们有很多术语 但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 我们可能都不晓得 在讲什么 可是我们进入以后 那有些术语 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好 像第一次 我跟各位分享 那 讲了圣灵 希伯来语书 希伯来语文 就为圣灵讲了 圣灵是用 罗哈 这个字 对不对 就是风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 我们都惊艳那个风 圣灵讲了风 圣灵是那个风 在希腊文里面 新约希腊文里面 讲了 圣灵讲了 Numa Numa就是 也是讲了风 是一个强大的风 虽然是一个 生命的气息 可是它就来 带来能力 带来能力 那我们昨天 都有点惊艳 对不对 因为是 圣灵就像风一样 我们都很需要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 好像一个帆船 一个帆船 那我们需要风 可以推 然后我们可以 继续往前 在我们人生的旅途里面 可如果我们一旦 没有风 我们没有圣灵 我们就需要 自己滑桨 对不对 拼命滑 很用力地滑 可是也许没有前提 圣灵会倒退 所以圣灵来 它好像风一样 帮助我们 在我们人生的旅途里面 我们可以继续往前 第二次 我跟你们的分享 关于讲的圣灵 讲的五旬节 用五旬节来分享 五旬节是 犹太人的一个节日 律法中规定的节日 那是五旬节五十 五十天 那是在月月之后 月月之后的第五十天 神让以色列百姓 过月月节 当然我也跟各位提到 月月节是 是讲到 它意思讲到 神在那一天 五旬节 五旬节那一天 神颁布祂的律法 摩西亚三神颁布律法 那天刚好是 他们出埃及 月月节晚上之后的 第五十天 神颁布律法 新约我们知道 神把律法写在我们新版上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 五旬节讲到 神把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 作王掌权 耶稣基督自己 记得圣灵向我们显现 祂赐给我们力量 像那个风的力量一样 帮助我们力量 活出荣耀神的生活来 那今天 我跟弟们分享了 另外一个术语 属灵术语 叫做洗 受洗的洗 洗澡的洗 因为我们要提到 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 我先生解释一下 洗是什么意思 洗就是洗礼 有时候我们说受洗 受洗 对不对 受洗 受洗就是洗礼 我们先来看 使律经常第一章的 第四第五节 那是耶稣基督 祂复活生天之前 祂召聚祂的百姓 召聚祂的门徒 来跟他们说 祂说 你们我要升天 可是你们不要离开 耶路撒冷 你们要等候 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 我以前所说过的 约翰用水施洗 但是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礼 洗礼 我刚刚说过 洗就是洗礼 当然有人说受敬 敬礼 其实敬 还比较更 我觉得还更 更可以表达原来的意思 更靠近原来的意思 所以受洗 它不只是进入一个 我们当然不只是进入一个池子 或进入一个河里面 英文讲到受洗 洗礼这个是Baptism Baptism 它是说到 它是说到 它是说到一个东西 它完全沉入在水里面 在水里面 比方说一个船 它如果沉了 它就完全沉入海里面 英文就用这个字 Baptist 就是Immersed 就是完全进入在水里面的意思 所以因为我们看见 但是今天我跟各位分享 基督徒 你我 在我们生命旅途当中 在我们奔着 这个属天的道路中 我们其实经过三个洗礼 经过三个洗礼 这个三年事情 对我们来说 都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而且事实上是说到 我们生命中的三个阶段 三个重要的成长的阶段 我们要看 我们在哪个阶段里面 或者哪一个 我们错过了 因为三个对你来说 都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现在跟各位分享 这三种洗礼 或者三种敬礼 三种洗 第一个 受洗 进入基督的身体 我们记得一个洗礼 进入了基督的身体 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 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管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做奴隶的 是自主的 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成了一个身体 其实它的意思 如果正确地翻译说 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我们进入了一个身体 所以有的弟兄姐妹 有的神灵仆人 他们会这样写 他们翻译 我觉得很有意思 圣灵把我们洗入一个身体 一个动词 这个洗礼 把我们洗入一个身体 圣灵把我们洗入 把我们进入 进入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 当然我们知道 身体就是讲的 神的教会 基督是头 我们是祂的身体 第二个这是第一个洗礼 第一个敬礼 就是受洗 圣灵的洗 进入 把我们洗入 基督的身体里面 其实是讲的 我们得救的一个经验 我们领受救恩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关系的经验 我们进入了基督身体 就是我们进入教会 我们跟基督建立一个关系 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 建立一个肢体的关系 那这是讲的这个经理所带来的意义 我们跟神跟人发生了连结 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 当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得救了 我们领受了救恩 不是绝对不是加入一个宗教 过去我是拜这个拜那个 今天我信耶稣 我信基督教 甚至他不只加入一个教会 甚至不是相信神而已 我相信神 你相信神 不见得就是成为基督徒 你知道为什么 你光信是不够的 身上告诉我们说 雅各二章十九节说 你信神是只有一位 没错 你信得不错 那有什么了不起 魔鬼也相信 可是魔鬼害怕 魔鬼占惊 所以你信耶稣不错 我信耶稣了 不只是这个 救恩是 我们这个信耶稣 圣灵把我们洗入一个身体 洗入耶稣基督的身体 洗入他的教会 所以这个救恩我们就明白是 他是充满活力 充满真实热情的一个关系 不是每个月 我信耶稣了 所以我每个月就是 去教会去一下 去两下 我以前拜拜的时候 我就上乡 偶尔上一下 对不对 那今天我信耶稣 我想到去一下 没有想到就没关系 反正下礼拜再去吧 今天台风没关系 不是 我们的信仰不是 信仰是 主把我们 接着圣灵 吸入他的身体里面 受洗成为一个身体 成为一个身体 那这个身体 当然讲了一群人 就是你我 就是弟兄姐妹 当然还包括普世的 每一个信耶稣的弟兄姐妹 那基拉太书第三章 二十六节 二十九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 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我们进入神的家庭 我们成为神的儿子 对不对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了 我们受洗 进入神的家 成为神的儿子 而且 而且我们是披带耶稣基督 把耶稣基督穿在身上 是讲了一个 非常密切的一个 亲密的关系 弟兄姐姐姐 我们不是进入 另外一个相信的系统 我们不是进入 另外一个宗教 偶尔上下教堂坐一下 我们乃是真的和神 和我们弟兄姐妹 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那这是第一步 这是我们生命 属灵 属天旅途的第一步 第一个洗礼 不要忘记 这是一个跟神 跟弟兄姐妹 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一个洗礼 所以弟兄姐妹 你就要确定 有一件事 我们都明白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接受主 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圣灵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 你已经有圣灵了 圣灵就重生了我们 因为圣灵把我们 洗入一个身体 对不对 我们能够承认 我们自己是罪人 而且我们觉得 我们需要救主 我们需要接受救恩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在我们里面 做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 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第三节 保罗告诉我们说 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 没有人会承认 耶稣是主的 今天你相信耶稣基督 就是圣灵感动你 感动你 发现你自己是个罪人 而且你需要救主 你需要被改变 是不是 所以我们都明白 我们都明白 你信了那天 已经有圣灵了 一个洗礼 一个圣灵的洗礼 把你洗入 基督的身体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 像主的门徒 主的门徒 十二个门徒 他们跟随主 那五星期还没有来 但是 你说他们 有没有圣灵在里面 当然有嘛 对不对 耶稣基督还没有 为我们死 还没有 还没有圣灵 还没有 圣灵还没有降临之前 彼得 彼得有圣灵吗 有啊 彼得称耶稣基督是 基督 彼得回答 耶稣有一天问 他们说 你们觉得我是谁啊 彼得就说 哦 你是基督 基督就救世主 你是永生生的儿子 主说 哦 讲得好 讲得好 是天父歧视你的 这些门徒 因为相信 耶稣基督是救主 是要来拯救世人弥赛亚 弟兄姐 他们就得救 他们之所以看见 也是因为圣灵在他们里面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不被圣灵感动 会称耶稣基督是主的嘛 对不对 甚至于亚伯拉罕 你会不会觉得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跟大卫这些人 他们有圣灵吗 怎么会有呢 亚伯拉罕 还没有来啊 那听众朋友们 要知道 信心是什么 在耶稣基督 为我们定石家 之前的那些人 包括什么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以撒尼人 他们是因为相信 以后有一位救主 会来 他们因着信 他们就得到拯救了 他们相信神 为他们预备 那位定石家的 那个铜蛇 那个戴罪的羔羊 他们没有看见 他们已经相信 他们就得救 跟我们这些 我们是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死 之后两千年 他们是往前看 我们是往后看 都是因着信 相信 都是因为圣灵 做工在我们里面 也做在他们里面 因为圣灵 我们相信 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对不对 好 但是 你光只是有圣灵 让你相信 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因为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是超过这个而已 超过仅仅得救而已 你看路加福音 第二四章 二四章 主复活以后 向门徒显现 还没有升天 向门徒显现 门徒他们都很害怕 他们都躲在一个房子里面 主就跟他们说 主说 主说 照经常所说的 基督必会受害 第三天从斯利弗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 直传到万邦 主就对他们说 你们就是 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父所应许的 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 从上头来的能力 上头来的能力 主在这边看到 有什么跟圣灵有什么关系 跟圣灵的喜有什么关系 跟圣灵的充满有什么关系 弟兄姐妹 我刚刚一再跟弟兄弟强调 这些门徒们 他们已经从圣灵重生了 有圣灵在他们里面 对不对 但主说不够 你们还要领受圣灵的能力 那圣灵的能力是讲什么呢 好 因为今天我们主题讲 被圣灵充满 讲圣灵的喜 你说没有 这边没有提到 你要继续看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弟兄你要知道 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 我们刚刚读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记带说 神说你们要等候 要领候那个圣灵 路加福音又继续写续集 路加写的续集就是使徒行传 他在使徒行传 一开始第一章就说什么 他讲同样的事情 可是你留意到 他用另外一个术语来说 等候什么 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三十五节 主复活以后 已经复活了 复活以后就向他们显现 四十天向在门徒显现 然后主又吩咐他们 因为主快走了 主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有没有 主讲重复的话 就是你们要听我 听见我说过了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圣灵要做另外一次的工作 不是重生时候的那个圣灵 不是重生时候的圣灵 门徒等候 要领受父所应许的 那个能力 那个能力就是说到 说到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 还没有发生 还没有发生 过几天才会发生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在这边自讨 我们到那边看见 有两个圣灵不同的洗 一个是我们重生的时候 圣灵在我们里面 第二个主说 你们要等 要等那个圣灵的洗来 可是在这两个洗之中 我要讲到另外一个洗礼 我先停在这个地方 在我讲圣灵的洗之前 你们有没有看到 到目前为止 到五旬节之前 门徒他们只领受了 第一个洗 对不对 他们受洗 跟你我一样 受洗进入了基督的身体 他们接着圣灵的洗礼 进入了基督的身体 我们来看第二个洗礼 第二个洗礼 就是水洗 就是水洗 就像你当初在教会受敬一样 那这个洗 Water Baptism 就是水的洗礼 水的洗礼是 为什么要分开 它让我们看见 这两个不同的洗礼 这两个不同的事 两件不同的事 所以这代表 我们要搞清楚 你不需要借着受洗 才能够得救 因为你得救是因为怎么样 重生的洗 对不对 神已经借着圣灵 把你洗入基督的身体 你已经得救了嘛 所以第二面 像那个在石架上 旁边绝书的那两个 跟耶稣一起定石架的 那两个匪徒 主说你可以跟我一起到乐园 他不得救 他没有受洗 他可以得救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因为神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得救 不是因为靠着 做任何的事情 甚至不是靠你受洗 不是靠你受洗 救恩就是白白的恩典 接着相信就得着 你不能靠你自己 做什么来得着 你甚至不能靠你自己 施洗来得着 所以相对 弟兄姐妹 如果你没有像保罗所说的 再度如果有朋友们 弟兄姐妹们 你觉得 你没有像保罗所说的 保罗在罗马书 十当第九到第一十节说 我们如果口里 承认耶稣基督为主 心里相信 神就要从斯底付 我们救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口里就可以承议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对不对 你需要经过这个 你需要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你就得救 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 那我还是收洗吧 我跟你说 你就是洗两次三次 还是没有得救 因为你不是借着 受洗得救 你是借着 相信得救 好不好 这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可是受洗 水洗 确实是我们走 属天路程的第二步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重要的一步 基督不但借着洗礼 帮我们洗入他的身体 那希望 主希望我们接受 水的洗礼 受洗或受尽 耶稣甚至他自己 亲身受洗 他没有犯罪 可是他在 十几万手下 他要受洗 对不对 那使徒行诞 第二章 事实上在新约圣经里面 至少有27次提到 人一旦信主以后 就马上受洗 这件事情 那在十几万第二章 在五星节 圣灵降临之后 彼得不是讲了一篇 非常振奋人心的道吗 哇 三千人 他们一听 他们的心里 非常受感 很扎心 他们就问彼得说 那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救 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 你所得到 那个丰满的圣灵呢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么样行 彼得说什么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罪得色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弟兄们 有没有发现三个犀利 你们必须要悔改 就是真实的相信 就是第一个 当然人真实悔改 相信的时候 我们就被洗入基督身里 对不对 然后彼得说 然后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受谁洗 受谁洗 所以彼得 他继续做见证 那天 那天 领受他的话的人 就受了洗 有没有 那天就有三千人 三千人当天都受洗了 当然我知道 有些 有些 传道人 有些教会 他们会有些做法 所以相信以后 那就给他们上一些 初心造就的课程 课程上完 毕业十堂课 五堂课 上完以后 才可以受洗 那 OK 我自己可以尊重了 可是我自己看圣经 就发现了 圣经上就是说 一信耶稣以后 就受洗 就受洗 结果他马上受洗礼 那 个人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圣经是这样写 那为什么我们德基督 还一定要受水洗呢 第一个人你知道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主 那 常常是个个人的决定 有的时候甚至是 不要这样讲 不好听 偷偷摸摸的决定 不要给爸妈妈知道 我信耶稣 对不对 好 当然是很宝贵的 也是得救了 但是 神期待我们有公开的见证 就像耶稣基督做的一样 公开 受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你公开 在公开 在众人面前受洗的时候 你知道就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圣灵会做一个非常奇妙的事 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你的心里面 就像马太福音第十章 三十二三件所说的 耶稣说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就在天父的面前也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不认他 你看公开受洗 就是告诉世人说 我是神的儿子 我信耶稣的 耶稣说 好 你在世人面前公开承认我 我就在父面前承认你 你知道那就会带来一个属灵的力量 你就确信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的孩子 你是耶稣基督跟随者 你会更勇敢 即使你碰到一些挫折 或有时候你有点迷糊的时候 你想起 我是受洗的 我是神的儿子 你就不会以基督 做基督的门徒为耻 你会更勇敢 所以受洗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每一次 因为每一次的洗礼 都是一个征战 所以每次受洗之前 我们都会请去祝福祝祷告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 这个属灵征战 甚至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都明白 很多父亲母亲 可能是你本身的经验 父亲母亲 因为孩子们 他们信耶稣 对 也就是我们国中的孩子们 他们信耶稣 父母本来就拦阻拦阻 他们真的信了 父母 好吧 真的信就相信吧 可是父母会讲一句话 信可以哦 不要受洗 你们听过 可能你自己就经过这个 为什么父母说 好勉强同意 信就信吧 不要受洗 为什么不准受洗 因为世人有个观念 一旦受洗 就表示归一了 表示孩子就属于耶稣了 就没办法回头 没办法改变 所以你知道 这个属灵征战 所以每次受洗的时候 我们地中里面 一定要为受洗地中里面 来祷告 好 那下面我要讲到 第三个洗礼 第三个洗礼 彼得刚刚不是说吗 要悔改 要受洗 然后叫你们最得色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已经有第一个圣灵 悔改以后 被圣灵洗入身体 然后受了水洗 第二个洗礼 对不对 然后彼得说 要受圣灵的洗 第三个洗礼 就是圣灵的敬 有时候我们说灵敬 或者圣灵的敬 主不但希望我们得救 主期待我们可以 勇敢公开 做见证受水洗 主期待 我们可以受圣灵的洗礼 或者圣灵的敬 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 我刚刚说过洗 就是敬 就是敬在一个东西 完全敬在水里面 举两个例子 各位知道铁达尼号吗 铁达尼号 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四月十五号那天 铁达尼号被沉了 有图片吗 最近国家地理杂志 他们就拍了一个 铁达尼号的船的 不叫做模拟还是怎么样 他们就就这个样子 不管怎么样 这个船就沉在海里面 对不对 已经沉了一百年了 那这个就是洗礼的意思 洗礼的意思 另外一条船 也很有名 就是珍珠港的秘书里号 有没有去过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 就炸了很多船 有一条船 就是珍珠港秘书里号 有没有两百多个 年轻的水兵 水手 他们就跟那个船一样 沉在海里面 而且到今天还在 因为我以前念书当导游 每个旅行团来 都要去珍珠港 那个船真的就在下面 当然因为它港口 所以没有那么深 水可以看到那个船 那就是静的意思 船里面充满了水 水在圣灵 好像圣灵在阿牧里面 我们重生了 我们能够救恩 而这个船又完全沉在海里面 我们又完全沉在圣灵里面 就讲到我们圣灵的洗 圣灵的静 因为神期待我们 不但得救 受水洗 而且让我们可以经验 圣灵的洗礼 就第三种 第三种洗礼 我再用一次经文 来跟各位说 来说明有三种洗礼 一个都不要错过 史丽星团第八章 那边提到 史丽星团教会被建立以后 后来逼迫领导 所以我甚至觉得是神的手 神就把圣徒们分散到各地去 有一群人 他们就到了撒玛利亚 其中领袖就是菲利 菲利到撒玛利亚以后 他们就传福音 他就传福音 对不对 基督徒应该到那里就传福音 众人听见 就同心合一地听从了他的话 他们就相信菲利所讲的 即至他们信了菲利所传 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 他们就信了 信了就怎么样 就得救了 圣灵重生了他们 圣灵把他们洗入基督身体 他们经过第一个洗礼 即至他们信了以后 连男带女就受了洗 就受了洗礼 第二个洗礼 第二个洗礼 之后呢 使徒们 大佬们对了耶路撒冷 对不对 他们听听 哦 撒玛利亚有复兴 好多外邦人信耶稣了 他们说 他们就派彼得跟约翰 去看看怎么样 去看到怎么回事 彼得跟约翰 就到了撒玛利亚以后 就为他们祷告 祷告什么呢 要叫他们受圣灵 没有圣灵吗 有啊 信耶稣就有圣灵啊 怎么还要叫他们受圣灵呢 难道他们不懂吗 不同的 不同的对不对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 他们每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是奉了主耶稣的名 受的水洗 或者重生的洗 于是使徒按守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洗礼 所以弟兄弟们 你们看见三个 三个不同的洗礼 对你来说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你我一定要经历这个 所以弟兄弟们 我们再一次明白 有三个不同的洗礼 对不对 第一个是借着救恩 主借着圣灵把我们洗入 他的身体里面 我们跟神 跟弟兄弟们建立了 密切的关系 好 那这件事情是 我们都不能做什么的 是主完全的工作 是白白的恩典 可是第二个 第三个洗礼 就是水洗 跟圣灵的洗礼 有你我的责任 救恩是白白的 当然耶稣基督付的 伟大的代价 他有我们的舍命 可是第二个洗礼 第三个洗礼 是你需要做的 你需要付代价 为什么呢 比方说 你受水洗 可能你父母不答应 那你需要迫切祷告 叫父母同意 对不对 有时候你需要 起来征战 你不要说 父母不准 OK 刚好 不用洗了 那就不是嘛 你要祷告 而且受洗那天 你要准时来 你不要迟到 对不对 那有付代价 那你公开做见证 是你需要做的 第三个洗礼 圣灵的洗礼 叫我们得到能力 传扬福音到地级 对不对 叫我们去做主 传我们来的功 那由我们所当做的 当然后面 下一段 我跟弟兄讲说 我们要做什么 第一次 我再提醒弟兄 我们彼此提醒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 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 第三个 圣灵的洗礼在我们里面 是要让耶稣基督 在我们里面 做王掌权 我们没有忘记这个 神把他的律法 记得圣灵写在我们里面 圣灵充满我们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在我们里面 向我们显现 这个人 这位神住在我们心里面 向我们显现 向我们显现 那天彼得 在史律宣的第二章 那天圣灵充满之后 他不起来做见证 他讲那篇道吗 基督中里有一段话 他说 主说 彼得用大卫的话说 哦 他在我眼前 他藏在我眼前 在我右边 所以以至于 我不至于摇动 所以我的心欢喜 我灵快乐 我肉身安静在职望中 那讲到耶稣基督 在彼得里面 在彼得里面 今天圣灵也是 充满在我们里面 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向我们显现 他把律法启示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遵守他的 律法 而且有力量 遵守那个律法 那另外一方面 我一定不要忘记 圣灵充满我们 圣灵的喜事 叫我们有能力 能力做什么 传扬福音 到地极 到地极 你看史律宣第一章 之后 主不是说吗 有一天你们等候 等候圣灵来 父神应许来到 你们就要得着 理能力 并要在耶路上的犹太群里 并且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做我的建材 我们的主是有能力的 你看那个风 那么力量那么大 对不对 约会代表神的自己 圣经上说什么 有能力的约会 我们欢迎有能力的约会 进入我们心里面 就是为了完成 主所托福 给我们那个 传福音道 地极的使命 所以我们需要 因为我都需要 好不好 好 而且我们也 不要忘记 这是一个主的命令 我们被圣灵充满 不是说要想 或者不想的问题 但是这个主给我们的命令 因为我们真的很需要 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你也需要这个力量 我举个例子 我刚刚突然讲个例子 像彼得 彼得是主的使徒 有人说他是第一大使徒 对不对 平常很会讲话 还很勇敢 可是当他被圣灵充满之前 他虽然跟随主三年半 可当圣灵真的来到的时候 记不记得 那天一个女孩子 问他 我看着你 跟随那个拿撒勒人 彼得说 我不是 碰到个小孩 他就吓坏 他否认主 他三次否认主 可当圣灵充满彼得 那天他起来讲道 面对三千个人 彼得放胆讲道 一下子三千个人都信主 他又讲道 要不先信主 你看 充满了能力 对不对 主也期待我们是这样子 觉得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 教我们有能力 可以为主做见证 而且 我在说 圣灵充满是 是个命令 是个命令 以佛所书第五章十八节 以佛所书第五章十八节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那是个命令的语气 要被圣灵充满 为什么保罗在那边 用醉酒跟圣灵充满 来相对比呢 因为有可能 你真的被圣灵充满 真的跟醉酒有点像 五训充满不是有点像吗 他们被圣灵充满 他们唱歌跳舞很快乐 他们大声敬拜神 所以有人说 新酒灌满了 喝醉了 当然保罗有其他的意思 弟兄里面你知道 一个人真正的被醉酒了 不是说你小喝一杯 那没有醉了 一个人真正喝醉了 他是怎么样现象 他就是 他就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对不对 他被酒控制 被酒掌控了 另外 一个真的喝醉酒的人 他可能觉得他自己 哇 他可能变成超人了 哇 还有力量 他什么都可以做到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保罗用这个来讲 其实很有意思 保罗当然期待 我们不要被酒控制 保罗当然期待 我们被圣灵控制 完全让圣灵 掌控我们的生命 而且当圣灵 真的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确实可以活一个 一个在自然界里面 却超自然的生活 有神的仆人说 我们可以在地上 自然的行走 在超自然的境界里面 是 只要神叫我们过着生活 在自然界当中 我们可以经历 那些超自然的事 因为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 如果你期待 可以经历超自然的神 你要拥抱圣灵 被圣灵充满 好不好 怎么样 被圣灵充满 我很快讲 其实在这几个术语 你听过圣灵浇灌 圣灵浇灌 约尔书第二章28节到30节 那边说 约尔说 神允许在末后的日子 今天我们刚好唱这个诗歌 对不对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少年要建议像 我们知道 主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我的仆人跟使女 圣灵浇灌 如果你在我们教会中 或者一个五序教会中 你会常听到圣灵浇灌 好 最后讲了圣灵浇灌 给来到新约 我们刚刚一次又一次提的 使律约第一章第五节 约翰是用水施洗的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就两个术语了 圣灵浇灌 圣灵的洗 再加一个 五序教会到了 门徒都照着主所吩咐 他们就聚集在一起 等候父所应许的 对不对 忽然间天上有响声下来 哇 一阵大风吹过 怎么样 有舌头像火焰一样降临 分别落在他们的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另外一个 分离充满 没有吗 好 所以有三个 对不对 有圣灵浇灌 圣灵的洗 圣灵充满 因为我们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同一件事情 耶稣说你们要等候 要等候圣灵的洗 对不对 他们等了半天以后 到五序教会到了 真的来了 得到的是什么 圣灵充满 那 同样的事情 如果圣灵充满 跟圣灵的洗不一样的话 那他们应该继续等 是同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 你要搞清楚 那圣灵浇灌是什么 圣灵浇灌 约尔说预言那天 五序教会的圣灵要浇灌 圣灵浇灌 那基本上那天 彼得起来讲道 在五序教会的那天 讲道 彼得就说 约尔先之所 预言圣灵浇灌 我们今天实现了 今天实现了 所以我们这三件事情 是同一件事情 好不好 这样跟各位分享 就让各位不要有点混淆 好 下面我要讲重点 怎么样被圣灵充满 怎么样真的 具体的被圣灵充满 好不好 也许在我们当中 对我们已经受洗了 你重生了 你受洗了 你需要被圣灵充满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这一生的路程当中 你我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 怎么样被圣灵充满 第一个 你需要除去所有的障碍 你需要除去所有的拦阻 为什么会有很多拦阻 因为撒旦 他不喜欢神儿女 被圣灵充满 因为圣灵充满我们 我们就会改变 我们遵守神的律法 而且我们有能力 我们传福音就有能力 魔鬼说 那当然不行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所以他会用各样的方法拦住我们 而神期待我们 被圣灵充满 像耶稣基督一样 你知道耶稣基督是被圣灵充满到什么地步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 神所拆来的救赎神的话 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三位一体的神 第二位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成为人 他很谦卑的让圣灵无限量的充满他 你我也需要 你我也需要 如果你真的期待被圣灵充满 第二名你我需要除去一切的拦阻 一切的障碍 什么是你我的障碍 是你个人的想法 你错误的想法 或者因为你的害怕 或者你觉得 有些人没有圣灵充满 讲方言太恐怖 我不要那样子 我真的奇怪很奇怪 圣灵充满我 可是听说圣灵充满我是 耶稣在我里面掌权的 我不想让耶稣掌权 所以最好不要 我还要想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主人 我不想改变 或者第二名 这个世界所有美好的事物 充满了我们 或者我们对世界 可能会充满我们 所以我们对圣灵没有什么兴趣 我们不觉得我们有需要 那一天 我记得那一天 当圣灵大大浇灌下来的时候 那个门徒们喜乐 很显然吸引了旁边周围的人 对不对 他们也 他们说我们也要得着 在你我里面有没有那个渴慕 像当初那群人说 我们也要得着 我们怎么要得着呢 彼得不是说吗 我们刚刚读过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的名受洗 你们就可以得到圣灵洗 悔改 你以为我怎么样期待 我觉得悔改 不只是讲我们第一次 新耶稣的悔改 是我们这一生地步 你知道我们需要常常 面对这些事情 领受圣灵的 我们重生需要悔改 我们领受圣灵的 丰满的祝福 被圣灵充满 也现在需要悔改 悔改是什么 悔改不只是我们做错事情 我们改 我们不只是懊悔 我们要改 悔改其实他一直告诉我 我们是换一个方向 换一个方向 过去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 我们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有自己的做法 我是这样 可是我们悔改以后 我们开始走主的道路 我们不走自己的道路 我们不走世界的道路 我们开始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 弟兄姐妹 而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 史诗经书第五章三十二节 我们为这次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也为此做见证 如果你期待被圣灵充满 你期待受圣灵洗礼 你需要顺从 我需要顺从 主才能用 祂的圣灵来充满我们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耶稣基督说 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病猛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耶稣基督显现 就是讲到 借着圣灵充满我们 在我们里面 向我们显现 这是同样的事情 如果你期待 耶稣向你显现 很真实的 不知道阿信和信仰 一对教义 一对道理 你希望耶稣基督 真的充满在你里面 你真的遇见这位神 弟兄姐妹 你需要遵守祂的命令 就由祂来命令 你需要顺服 许多神灵仆人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顺服和我们 得到圣灵 被圣灵充满 是有密切关系的 是有密切关系的 有位神灵仆人 叫做 偷着陶树博士 陶树博士 他是二十四历初的 191963年 大概一百多年前 一个神灵仆人 说是神灵仆人 他写很多属灵的书 有一本书叫 《可慕神》 非常有名的 那时候我们年轻人 我们都会看这种书 我们非常喜欢看 他教导我们 怎样被圣灵充满 陶树博士怎么说 他说 我们可慕被圣灵充满 其实不需要什么新的道理 不需要什么新的教育 不需要什么新的运动 我就照他话说 扣他的话 不需要什么秘诀 不需要什么外国的讲员 不需要什么昂贵的课程 不需要他们这些东西 来教导我们 道理也非常清楚 就是遵守他的命令 就是去遵守 下一个你已经知道 他的命令 就好 他继续说 如果我们心中有罪 我们就除去 除去谎言 除去不诚实 除去说闲话 对那个时代人 说闲话就是大罪了 不管你的罪是什么 要立刻丢掉 悔改也不要再犯 丢弃世界的享乐 放弃豪华的奢华的生活 昂贵的衣着 汽车房子 放下一切的偶像 补赏你所亏欠的人 饶恕亏欠你的人 用你的钱就帮助穷人 背你的实价 舍己来跟随神 参加聚会 为主勇敢地做见证 不管得失或者不得失 读神的话 明白神的旨意 顺服照做 而且去做下个人 所知道的神的命令 他说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主就会向这种人显现 让我们也学习 保罗也告诉我们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对不起不是这一节 是第一节 要把自己当作活迹献给神 把自己当作活迹献给神 我们要是有这样的态度 主就会用圣灵充满 我们学习在我们生命当中 像菲律宾书第四章 保罗所说的 我们去说那些美善的话 去做那些值得称赞的事 那些真实的 高尚的 公正直的 纯洁的 可爱的 荣耀神的事 神就会用圣灵充满我们 这是第一 除去一切拦住 一切拦住 第二 火热的祷告 祈求 我们要怎么样得着圣灵 被圣灵充满 耶稣基督举了一个例子 在路加福音 他说有一个朋友 突然间他有一个朋友 三天半夜到他家来住 那朋友很好心 说为他预备点宵夜吧 但他没有 他就到邻居家 就敲邻居的人说 我有朋友来 你可不可以借我几个饼 那邻居就说 几点了 已经睡觉了 我孩子都睡觉 不给他开门 这个朋友很急 他很期待 为他朋友预备好东西 一直敲 敲到后来 那个邻居说 好吧 因为你这样子迫切 执求 我就给你吧 所以主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抠门就给你们开门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主就会给我们开门 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 神就会用他的圣灵充满我们 主最后说一句话 他说你们虽然不好 而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两件事情 第一个 圣灵是好东西 最好的东西 而天父愿意把圣灵赐给我们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起来寻求神 让我们起来渴慕神 圣经上很多这样子的话 历代字上 16章11节 寻求要寻求耶华和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耶利敏先是提醒我们说 你们要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 马来福音第7章第7节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抠门就给你们开门 我们现在祷告 认真的呼求神 有另外一个神的仆人 叫施布真 更早起点 1834年 1892年 一位英国的牧师 他非常有名 他有一个绰号叫做 讲道王子 非常会讲道 而且他讲道很多很多 寻求神他说过这样 他说 他说许多神的女 期待获得更深的属灵经历 期待过更高的属灵生活 但是许多神的女 只让圣灵的水流 到他们的怀子骨 我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 寻求神 他是用以西结书的经文 47章那边所说的经文来讲的 如果你收听那个经文 你知道 在西结书47章讲道 先知看见 有圣灵的水流 从圣殿中流出来 流流流流流 浅浅的 慢慢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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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就去量 那水一开始 直到怀子骨 慢慢慢慢上涨 到膝盖到腰 然后就漫过全人 施布真就用这样的话来说 有些人 他们只让圣灵的水流 到的怀子骨 他们就停了 有些人 他们让圣灵的水流 到了膝盖 少数的人 让河水倒腰 非常少的人 让圣灵漫过 让圣灵的水流 漫过他的全人 甚至于他 无法站立 我想 寻求神 意思告诉我 怎么说 不是每个人 愿意付代价 有人浅浅 怀住 可以了 玩玩水 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麻烦 他期待我们 可能秘诀是什么 他说 神可以借着 以利亚的火车 带我们进入 属灵的更高境界 但是推动火车的火 就是不止息的 祷告 你要祷告 你才开始进入 那更深的 属灵的境界 你要祷告 才可以更多 被圣灵充满 有些神的仆人说 我们要得到神多少 我们就可以得到神多少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多少 我们就可以被圣灵充满多少 是的 弟兄姐妹 唯有我们可恶 要起来祷告 我们才可以得着 唯有我们抠门 我们才可以得着 很多圣经上 那些属灵人 他们都是这样的 你记不记得摩西 摩西在西南山上四十天 他跟神一面对面 面皮都发光了 神颁布律法给他 对不对 这么宝贵奇妙的经验 可是你知道 摩西他心里面没有满足 那个事情之后 出来的第三章 摩西就跟神呼求 他说主啊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他继续呼求神 神说好 我经过你的时候 我把你隐藏到盘石中 我的 我经过 你有你的背 人神太荣耀 等我经过 世人在四边四十二边 有一个祷告 说神啊 我的心切勿你 好像路切勿西水一样 我的心可想神 就是永生生 我什么时候 才能够朝见你的 实际上第一章 第十四节 当主教他们 在耶路上等候的时候 你知道 主的门徒 跟耶稣的母亲 还有几个妇人 他们就同心合意的 迫切祷告 迫切祷告 菲律宾书 第三章 我常常举保罗的例子 保罗当他生命在 圣灵的 属灵的高峰的时候 弟兄弟们 保罗心中 仍然有其身的渴慕 他继续祷告 说主啊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大家里面 突然没有一天说 我已经够了 我就不要祷告 圣灵充满 我已经很充满了 你看我已经这么厉害了 不是 记不记得 第一个月 我跟弟兄弟们 分享吴永长老的见证 在这个教会 他也是神的仆人 他已经建立了教会 神明非常非常熟悉 神明老师 可他知道 有圣灵充满了事的时候 他就来到教会 文教师为他祷告 吴永长老说 他祷告 他说 父啊 主啊 如果圣灵充满 是你应许给我的 我要得着 他就得着了 所以弟兄弟们 如果我们真的想经历神 我们真的想登耶华的山 站在圣洁之地 面对面遇见主 可能我们不需要 我们就没法过 再像以前的一样的生活 走自己的道路 走世界的道路 我们需要起来 祷告 祷告真的不是很难 难是我们的身肉体 肉体很难 祷告并不难 祷告其实不要什么教导的 当然生理上有些 关于祷告的教导 没有问题 可是最好的学习祷告方法 就是祷告 你就去祷告 平常祷告 参加 你真的不会祷告 你来参加祷告会 你参加祷告会 你就知道怎么祷告了 站着贵的都可以 祷告 你就会了 祷告神 神会祝福你 第三 凭着信心领受 你祷告以后 你要凭着信心领受 所以在我们跟学主 所有的祝福 都是借着信心领受 对不对 马可福音11章24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 就必得着 包括救人开始 我们也记得信得着的 圣灵的洗礼也是 凭着信心得着 主已经说了 主的应许很清楚 祂应许圣灵给我们 地上父亲不好 都会把好东西给你的儿女 天父岂不是更把圣灵给我们吗 圣灵 神的应许 下一步就是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我们去相信 什么是相信 陈寗在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因为信心真的蛮抽象 你又不觉得 还是你不觉得 你觉得信心很 很年轻 我就想信心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后来我慢慢知道 信心 信心就是行动 雅各不是说吗 你的信心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你没有行动 就是信心都不算 所以很简单 信心就是行动 主说什么 我们做什么 那就是信心 那天当约苏雅代百姓 要过约旦河的时候 约旦河脏潮的时候 很高 他们过不去 可是神跟他们说 普天下的主的约柜 必在他们前头过去 所以祭司就抬着约柜 当河水还泛滥的时候 哇 他要进去 不晓得进去 还出来出不来 可是当祭司脚一踏上去的时候 水就分开了 他们就过去了 那就是信心 记不记得那个血漏的妇人 那个由妇人 患了十二年血漏 对不对 一生都医不好 有天他听到耶稣来了 他听说耶稣会医病 他有信心 因为他心里想说 我只要摸他的衣服 我就可以得医治 他相信 他相信 对不对 好 然后他就去摸 人很多 不容易急进去摸了一下 主说什么 主说 女儿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他做什么吗 他就是摸一下而已 他就相信 他就摸 那就是行动 那个时候 女人就痊愈了 巴迪埋的虾子 我们常常举这个例子 主来到耶利哥城 一个虾子巴迪埋 他听到耶稣 他知道耶稣的名 他就说 耶稣大为了指神 大为了指神 救我 救我 他知道耶稣会医治 那就相信 对不对 好 你光相信没有用了 他就大声地呼叫 虽然有人拦阻他 他还是叫 耶稣听到 说 你要什么 巴迪埋说 我要能看见 那就这个行动 他只说 我要能看见 就是说 好吧 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救了你 信是什么 就是 我要 我要 今天你要得到 圣灵充满 丢你们大声地呼喊 呼求神 我要得着 那当然 还有你需要 其实地步 你我都知道 主教我们 做什么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要 敬拜神 我们要 赞美 我们要 祷告 对不对 顺逢 主要 我们所做的 刚才时间很快 我讲一个例子 我们教会 充满了两个 女宣教士 对不对 有个灵教士 灵教士 很有意思 我真的很爱她 她是一个 她是 她是美国人 可是她是匈牙 不是匈牙 捷克仪的美国人 你要认识她就好 她真的很有意思 捷克人 捷克人就是 匈奴的后代 他年轻的时候 他追究 圣灵充满 对不对 他们被教导 你要让她顺服 主告诉你什么 你要做什么 那天 他那个聚会中间 主说 你要被圣灵充满 好 你起来跳舞 那天不能跳 为什么 他口袋里 很多零钱 他说我一跳 不得了 那一定会出洋相的 他就不肯 不肯 就说 跳 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命 可是很难 对一个女孩子来说 她就跳 果然她说 那个钱 掉了一地都是 那天晚上 她被圣灵充满 你要得招吗 顺服 起来行动 最后很快 要不住 被圣灵充满 不要醉酒 酒人死人放荡 哪要被圣灵充满 对不对 我刚刚跟各位分享过 一个被酒掌控的人 他完全没有自主力 主期待 我们也是这样子 被神完全地掌控 完全地掌控 当然喝酒的人是很苦 因为很苦 可能很苦在喝酒 想要忘忧 但是圣灵充满 叫我们很喜乐 喜乐 第二点 圣灵充满 它乃是讲到 是耶稣基督自己 充满在我们里面 向我们显现 所以圣灵充满 不只是一次两次的经验 虽然经验很宝贵 很棒 圣灵充满是 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不要忘记 是耶稣替我们施洗 是耶稣 约翰不是说吗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血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以后 给你们施洗 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施洗 神要做非常奇妙的事 就是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如果你期待 气息不断被圣灵充满 秘诀是 你欢迎耶稣基督 住在你的里面 除去一切的拦阻 欢迎祂住在你的里面 不只是一次两次 被圣灵充满而已 不是一次两次很喜得而已 不是一次两次很有能力而已 但让主住在你的里面 主很期待住在我们里面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主说我站在门外抠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犹太人说作息就一起吃饭 这非常好的朋友 才要一起吃饭的 所以听我们你看 那主的心 主说开门 我敲门 你给我开门 让我进来 有的时候神的人们觉得 误会说 这节经文是讲的 还没有受 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 我传福给他 主扣门 你们开门 你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吧 也没有错 可基本上我们觉得 这个经文是像你我说的 主每天在你我的心门外 为他开门 欢迎耶稣基督 充满在你我里面 主的应许 主答应赐给我们 这么丰富圣灵的祝福 你在做什么 你在忙什么 为主开门 欢迎他来 竭力出去一切的拦阻 顺服主的命 活热的祷告 做主要我们做的 为他开门 圣灵一定会充满我们 好吗 主祝每一位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